各位南大鄉親,大家好,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的五月青山的南大新聞 為特別改革六個宮來五層和蝴仔村 登記沒有自來水通用的困境 今天來在關府港民意代表的政主席下 經濟部主理書總算在九年內 來協定一億一千多萬的港電費 為了改革到其面的用水問題 南大縣政府李明晴,今天也要邀請自來水公司 再回來討論改革的方法 他這個地方是最近的問題 經過到處的會寒貼上 洛國鄉鳳鵝川和蝴川的民生用水問題 終於有機會可以改革 最後的決定在九月一號,決定的部分 就是以附近的人為期點 南大縣政府目前登記這期辦理 自來水延公的第一期港電 以及六月以後可以開工 但是第二期港電 有部分土地因為地主人所作 所有款也比較複雜 昨天到達也沒辦法處理所有地主的動議 也會影響港電的推動工作 土地的問題 我們與和合機器 要大家來溝通 漸漸已經要完成了 讓河崖內府有助來水可以用了 針對需要用地的這些地主 看怎麼樣來協調 要趕快取得同意 或是如果是公有的 我們就趕快來辦駁用 這個用地解決之後 才能夠繼續推動 我們接下來的工程 才能夠繼續推動 這麼久 只要收入地主動以後 既來自演工工程 就可以順利進行 完成後 還有豐漢村 甚至到來豬漢村 100公施給金民 就不用還有民生用水來最多 目前都已經在規劃的一個階段 所以典型也非常關心 也非常配合 所以送客在這裡也非常感謝南投縣政府和許主 可以幫我們爭取經費 讓我們這個和亞這一兩年年 趕快來做一個自在水的施設 只要用地土地取得 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那未來即使我們每年要虧損幾千萬 我們都願意來犧牲 那將來我們整個水以綠的計畫裡頭 我們會投入蠻多的經費 在南投縣來做我們自在水的 有在地區的一個擴大的一個園管工程 南投縣部分三塊面中 因為沒有自在水通用 只能接管他自在水 尤其客人地區 每年蓋上超過200萬元UK 添水問題更加嚴重 南投縣政府也希望自在水公司 可以進出經費 協助客人進水中的確定結尾 記者王主如常報道